謝謝大家百忙之中 破空參加新光晶控106年的股東常會 站在招牌花瀾後 新光晶控16號舉行股東會 動作無冬進已久很低調 由於旗下各子公司的努力 現在晶控合併本資產 微模達到3.61兆元 相較前年度成長的61.57% 股東會上決議每股配發現金 鼓勵0.2元 董建改選吳東竟也以第一高票連任 洪文棟雖然也在名單上 但他兒子洪士奇未當選董事 整體來看吳家序長經營權 小股東雖然擠滿現場 但沒人發言 會議30分鐘就安全結束 第一次 坦白講 今天因為大家都看到現場時間 非常的順利 那借我所知 因為過去還有一些 可能小股東會有些職業或什麼 但這一次好像都沒有看到這些問題 那一切都就是沒有一個選擇 李季柱順利進入董事會 並且獲選副董 而星光雙珠都出席股東會 吳東慶長女新手副總吳欣穎也前來盯場 但卻選擇坐在台下股東席 你會不會不知曉啊 你會來公視晉靈非常的關切 吳欣穎親切和小股東話加長 但對於是否出任新城投資的董事代表不回應 星光慶最重要的兩個女人現場零互動 這場戰爭是停戰還是暫時收兵也成為外界焦點 東三財經新聞陳和平 劉子騰 台北報導